罗斯查尔德也曾经拥有过美国一半的财富 罗斯查尔德 罗克菲勒 你看看那个摩根 曾经一半财富 当时摩根从欧洲回来 当时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 那个财政部长 把国家保险库的钥匙都给他了 你来处理吧 最后他发债 他借款 哗哗哗的把整个事搞定了 美国是吧 就是我们旧摩根的亲爹 就这么搞起来的 然后当时就进军中国去了 然后搞债券了 这三大家族 基本上他不会拥有一半国家财富了 但是这些家族的所有的动静 影响着方方面面 当时的罗格菲勒家族 炸掉了世界中心双子塔 是罗格菲勒家族的 现在看到的帝国中心 是罗格菲勒的 罗格菲勒三个中心 那五十个大楼都是他家的 那整个第五大楼往下去 三分之二都是他家的 但是世贸中心被炸了 帝国中心那个楼已经破产了 都不行了都快 罗格菲勒还在运行的 罗格菲勒拔带人 现在很多人 包括你们2017年 我在一个家里面拍照 我说这是个赵泽地 就是在最后的 据罗格菲勒 在那个纽约上周他家 他死了 他家那个房子 我坐在那个黄椅子上拍照 就是他爷爷 开始留着他那个椅子 他那个房子 卖给了我一个阿根廷的哥们 就是帮助我们买地的哥们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六十四街办公室的 对面六十五街 就是罗格菲勒最早的家族 你们记得吧 卖给了一个人 三千多万卖掉了 现在花一个亿正在重建 旁边我去老去拜的天主教堂 就是他建的 他们家族最近干了个什么事 我告诉你啊 摩根家族剩下的几个 大的基金 大量的抛售 所有和中概股有关系的东西 所有有关系的东西 你看一看 你上网络都能看得出来 但他们都是 掩藏的非常好 这是过去就连 2008年金融危机 到现在都没有的事 他们都是长期的投资 最近大量的抛 共产党的股份 跟中共国有关系的 包括跟香港有关系的 更可怕的事情啊 我是第一次在这会上 感受到 他们也抛美国的很多核心资产 兄弟姐妹们 这说明了啥问题啊 你抛中共的 是中共出事了 你抛美国的 就是世界要出事了 大了 事大了 你们能听懂我 在保密协议的情况下 能简单给你们透露信心吗 如果你们能听懂我 你们是企业家 我刚才有几句话 值多少 值你们的一条命 值你们的全部家产 我们的一条命 都连着 都连着 我们的一条命